2024暑期档,大家都为哪个录剧男主角着迷呢? 像是最近柳州季张婉逸,常乐曲丁与希话题都非常高, 还有之前填宠剧你比星光美丽霸道总裁徐凯, 私藏浪漫魏哲铭,还有杜华年,四海重名两句联播的张灵鹤,话题度都非常高。 最近微博网友也投票评选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以下是录剧部分的热门男角,Top10, 柳州季张婉逸落榜,私藏浪漫魏哲铭第五,冠军是他。 网评2024陆剧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Top10,谈剑刺。 长相思向柳,拿下第十,虽然今年长相思第二季成绩, 没有像去年那么好,但剧中的角色,依然受到不少剧迷喜爱。 特别是长相思第二季后半段开始, 香柳的故事线越来越虐啊,香柳是陈荣义军军师, 这个身份,注定了香柳不会是小妖的良人。 长相思第二季迎来大结局,香柳为了小妖付出一切, 但除了爱情以外,香柳有同袍,有大义, 所以她教小妖自保,让小妖有人可依, 有处可去,却绝口不提这份深爱。 最终向刘某去自己在心心境最后的影像, 率领陈荣义军, 凯然赴死。 长相思大结局那几天, 香柳天天高挂热搜, 结局真的让人难忘。 网评2024录剧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TOP9 侯明浩 《少年白马最春风》是2022年高评武侠剧少年歌行的前传, 讲述少年歌行父辈的故事。 侯明浩饰演的百里东军是个极其潇洒的少年, 他是镇西侯百里落成的独孙, 从小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容貌俊逸, 个性顽劣, 不喜诗书, 不读兵法,不学武艺, 唯独喜欢酿酒。 然而命运造化, 不想学武的百里东军, 最终还是败入了天下第一高手, 李长生的门下, 开始学习武艺, 踏上闯荡江湖之路。 侯明浩把这个角色演得很迷人, 少年感满满, 意气风发又顽皮不羁, 这种人设一不小心会演得很降致, 但侯明浩诠释得很讨喜, 让人只觉得可爱。 网评2024录剧暑, 其当最热门男角色, Top8, 罗云熙, 一招龙虫, 一招草剑, 结尾可了。 罗云熙在《炎心记》饰演的江心白, 拿下第八, 这位男主的人设很特别, 江心白为补牙四大总补, 因为小时候头部受撞击, 淤血压破头脑, 因此患上脸盲症, 脸盲的他, 意外结识了, 会不受控制变身的江湖游依延南星。 江心白是唯一不在乎延南星外貌变化的人, 两人三接三离, 其中一次大婚超好笑。 上一秒, 江心白和延南星送意, 是还恩恩爱爱爱, 甜蜜发糖, 下一秒, 延南星却忽然变身, 在洞房花竹叶, 变成了一个操汉子印小天, 是, 气得江心白都无语了, 尽管老婆这么特别, 但江心白依然爱他, 在危机当前的时候, 甚至宁愿自己痛苦, 也要撇清和延南星的关系, 就为了保全他, 两人是真爱呀。 网评2024录剧数七档, 最热门男角色, Top7, 任韵杰, 通常能打进榜单中的, 都是网剧或古装大剧的男主角, 但我们在黑夜中相拥, 这部小短剧很厉害, 这部短剧制作, 其实挺阳春, 却靠着又土又甜的剧情, 默默冲出高热度, 也让男主角任韵杰, 小火了一波, 任韵杰在我们在黑夜中, 相拥饰演的徐哲青, 是一个私人安全顾问, 武功高强, 帅气神秘, 他在地下格斗场中, 就下女主温喜, 初登场, 就是各种高帅打戏, 不少剧迷都称赞任韵杰, 把这个角色演得很有性张力, 打戏高燃, 还有各种路边吻, 楼梯吻, 浴室吻, 每个吻戏都吻得让人少女心爆发, 网评2024录剧数七档, 最热门男角色, Top6, 夏之光, 欢迎来到, 门的时代, 夏之光, 今年凭借单美小说改编的致命游戏, 人气上涨了一波, 接着暑期, 又有短剧《江城鬼市》, 和《少年白马最春风》等剧联播, 粉丝增长很快呢, 夏之光在《少年白马最春风》, 饰演配角司空长风, 他是从小吃百家饭, 长大的江湖浪客, 长着一张斯文俊脸, 形势却颇为不羁放荡, 总是活在当下, 潇洒而过, 最终成长为第一枪线, 是个人设很特别的角色, 网评2024陆剧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Top5, 魏哲明 我是说,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好多人追思藏浪漫, 都被魏哲明离岛, 网友都笑说, 魏哲明在人夫这条赛道, 根本没有对手, 苏感满满啊, 这次在思藏浪漫魏哲明, 饰演银行经纪玉衡, 他是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单身汉, 放在相亲市场上, 绝对是个超级抢手货, 但他一直只惦记着他年少时的光徒晓宁, 与徒晓宁重逢后, 吉玉衡火速展开公式, 速速求婚, 他早就爱了他很多年了, 婚后, 吉玉衡也是各种宠妻, 老婆情绪低落, 在朋友圈发文说想吃烤肉, 他看到后, 二话不说马上准备, 财产通通上交, 长得帅, 个性好又体贴, 这种男人谁不想要, 网评2024录剧数七档, 最热门男角色, Top4, 徐凯, 用我的名字, 照我撞片, 感觉怎么样, 没想到你比星光美丽, 徐凯才只有第四, 徐凯在你比星光美丽苏炸了, 他饰演的韩婷, 是东洋科技的总裁, 喊着金汤匙出身, 气质优越, 又高又帅, 无懈可击, 韩婷一直暗恋着寄星, 十年前就想表白, 无奈却被家人送出国, 两人遗憾错过, 阔别十年重逢, 韩婷一直没有忘记寄星, 一逮到机会, 就各种接近寄星, 甚至成为几星星创立公司的投资人, 其实, 你比星光美丽, 韩婷这个角色, 剧版和小说的差异有点大, 小说是成熟粘上男, 剧版改动了设定, 但依然迷人, 主要是徐凯苏感太强了, 他演起霸总有上位者的压迫感, 眼神满满侵略性, 性张力十足, 却不油腻, 让许多剧迷都很惊喜, 网评2024录剧暑, 最热门男角色, Top3, 张灵鹤, 四海重名是张灵鹤在《苍蓝爵》之后, 又接的仙侠剧, 许多剧迷称赞张灵鹤在这部剧里的装造梦回了《苍蓝爵》长恒先军, 依然帅, 四海重名鸡羊是道升天的帝君, 他被污蔑腻到入魔, 残杀同门, 不得不从魂盒中逃走, 却以意外从魔族的手中就下了难言, 这次的鸡羊没有长恒先军那么虐, 反而还有点反差萌和搞笑, 先锋盗鼓的帝君惨被难言当是要小白鼠, 还有事没事就欺负狐狸, 和狐狸争风吃醋, 很可爱。 网评2024陆剧暑期档 最热门男角色TOP2张灵鹤, 张灵鹤又一个角色上榜, 虽然张灵鹤在四海重名的古装扮相也好看, 不过他在杜华年的角色更受欢迎, 张灵鹤在杜华年饰演公主李荣的驸马裴文轩, 前世他一直欲不得志, 是个隐忍, 深谋远虑的笑面虎, 和公主成婚后, 两人有过一段美好时光, 可惜家偶变怨偶, 公主以为裴文轩想杀他, 就先一步动手, 两人一前一后死去, 没想到还双双重生了。 好多人追杜华年, 都入坑了张灵鹤和赵金脉的CP, 剧中一个是全清朝野的长公主, 一个是腹黑内敛的公主驸马, 两人的外形和气质都很搭, 也因为杜华年, CP大受欢迎, 赵金脉和张灵鹤还火速宣布, 二大献武舔宠具樱桃琥珀呢, 公主和他的帅气驸马爷要走入现代了, 网评2024陆剧暑期档最热门男角色, Top 1, 邓唯 冠军就是长相思邓唯了, 邓唯是去年凭借长相思窜起来的新面孔, 时隔一年, 涂山景这个角色人气依然高, 原著小说中, 涂山景是女主的官配, 她本是世家公子, 遇到小妖时被剥去了身份, 惨遭凌虐, 壮似乞丐, 这段时间她看透了所有人情冷暖, 唯有善良的小妖对她伸出援手, 长相思原著小说中, 涂山景的人气其实一般, 但剧版被邓唯演活了, 大家都好喜欢涂山景的交付人设, 有钱有权, 又只爱小妖一人, 虽然后来因为未婚妻的事伤了小妖的心, 但涂山景对小妖始终如一, 永远把小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邓唯高度贴合涂山景的角色, 和杨子的CP受到不少居迷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